注意聽喔 因此你以為神告訴你什麼 然後你就去做 最後沒有成功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有 有沒有這個比例 有 為什麼 因為誤解嘛 那誤解是不是更了解的過程 對嗎 誤解是不是更了解的過程 所以不要每次都一定要對 不一定要每次都要對 那我也不希望你錯 我也不希望我錯啊 問你錯的時候很挫折對不對 那錯折沒關係 錯折以後就怎麼樣 就再站起來一次嘛 弟兄姊妹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請大家 一直去讀聖經的緣故 因為慢慢慢慢 你的觀念就會符合聖經的觀念 所以第一 信就是接受 第二 信就是接受耶穌的話 第三 信就是接受並經歷耶穌的話 經歷 所以接受耶穌的話 你去做 結果沒有成功 也很有可能啦 因為就誤會那是耶穌的話 大家能夠明白嗎 錯沒關係 不承認自己錯才是有問題的 錯沒關係 錯不再站起來也是有問題的 可是你不能期待每次都對 因為它是無限 我們是有限 有限怎麼能每次都了解無限呢 可以透過接受並什麼 經歷再三經歷再三經歷 得到一個經驗值 所以我告訴各位基督徒 你對了 它一定有個原因 錯了 它一定有個原因 可是在跟隨主的道路上面 我們需要經歷耶穌的話 我會不會讓你去看 我會不會讓你來看 我會不會讓你去看